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看東部戰區海軍驅逐艦支隊組織實兵實彈演練 日前針對美國國會議員訪台東部戰區發布消息 在台島周邊海空域組織聯合戰備警巡 其實解放軍的海上演練一直都在進行 《解放軍報》今天報導3月底 海軍一個驅逐艦支隊揚州艦和支撥艦組成編隊 前附一個海域組織實兵實彈演練 檢驗官兵的訓練成果 資料顯示兩艘艦都同屬於東部戰區駐守在舟山軍港 揚州艦護衛艦原號是578 是中國自行研製建造的054A型導彈護衛艦 這艘艦可以單獨或協同其他兵力攻擊水面的艦艇和潛艇 具有較強的遠端境界和防空作戰能力 是中國海軍新一代的主力作戰艦艇 而支撥艦是海軍2020年第一艘 也是中國第14艘入列的052D型導彈驅逐艦 是中國海軍入列的最先進驅逐艦之一 052D改進營驅逐艦在外形和功能上 相比起原型艦有很大的變動 首先是加強了直升機的升降平台 後危竿的雷達是最新的517A米波遠端境界雷達 專家分析這些改良主要是為了加強整艘艦艦的反忍身特性 以便未來能夠更好地應對敵軍的隱形戰機 052D改進營驅逐艦在反忍身、反潛和遠端預警等方面的表現更出色 而且它還具備了更強的資訊感知、防空反導以及對海打擊等能力 052D改進型號搭載了更加先進的直二零艦在直升機 它能夠有效地提供空中的打擊能力 是一款性能足以和美國現役最強的MH-60R軍用艦載直升機 相比美的武裝直升機 《解放軍報》報道演習開始的時候 編隊就是剛剛進入訓練的海區 敵情就隨之而來發現了不明的水下目標 隨著一陣急速的警戒聲響起,官兵就迅速就位進入作戰狀態 揚州南的星立班班長李家鵬緊盯著螢幕上的回波圖形 仔細地監聽著水下的聲響,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 耳機突然傳來異響,立即引起李家鵬的警覺 憑著他豐富的經驗,他隨即判斷目標屬性 並且報告異常的情況 南長就迅速下達一連串的作戰指令 揚州南就隨之做了大角度的轉向規避 水下的威脅剛剛解除,敵方的導彈又離閘了 堅隊立即組成了對空的防禦隊形 兩艦密切協同的揚州南素梅干擾彈令空開花 而支薄南的副炮隨即開火 在空中即成了一張密集的火力防護網 而各營的雷達高速運轉,嚴密監控各個方向出現的威脅 突然在雷達顯示器上出現了不明的光點 引起了支薄南雷達兵的注意 經過綜合比對確定目標之後 編隊就立即向射擊位高速地機動 在海面倒出了一度度的白色航跡 經過了連續高強度的緊張訓練 官兵就來不及頭一口氣了 編隊的主砲對海射擊訓練也隨即展開 而主砲的控制室內 官兵是神情專注緊盯著屏幕 熟練的操作和裝備 隨著一聲令下 幾十塊的炮彈就在火光和燒煙中直向目標發射 訓練是不避險,緊貼實戰的情況 編隊隨轉移機動的過程當中 險情又再接連不斷,又無意倉內有火警 選管隊的隊員就是文靈移動 快速找到著火的部位 密切配合之下撲滅了火源 編隊的指揮員就介紹了 這次的實兵實彈演練 編隊緊貼著任務的實際性 將訓練的環境設得更加艱難更加危險 圍繞著艦艇核心戰鬥力展開專攻精練 通過高強度滿負荷的訓練有效提升 艦艇實戰能力為部隊 能夠完成使命打下堅實的基礎 目標就是要在複雜的環境之下練兵 要做到真打實備 才能夠練得一身過硬的戰勝本領 接著看看女版的前學森 一個人能夠抵禦七個導彈女 李賢玉令到國產的導彈百發百中 近年來中國出了一位女前學森 為了推動國家的軍事實力發展 他研發出至關重要的建網 令到國產的導彈百發百中 如果前學森能夠頂五個C的話 他一個人能夠抵擋七個女 他是中國建網的遞造者李賢玉 他的研究成果對中國的火箭軍來說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說是現代版的前學森 正正是因為有了這套系統 用中國火箭軍的導彈控制和指揮系統 才能夠進一步統一指揮和作戰 進一步提升作戰的實力 李賢玉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 因此他從小時候開始學習成績已經非常好 經常都是全班考第一或者第二的成績 1982年他參加高考之後 更加是取得了整個黑龍江省的理科高考狀元 成功考入了北京大學的物理無線電專業 並且在這四年當中學習了大量的知識 同時成績也得到了學校的認可 成功在四年之後被學校保送為研究生 繼續從事相關的學習和研究工作 而在他攻讀碩士學位期間 他取得極其重要的科研成果 研發出國內第一套的短波通訊系統 對中國的短波通訊起了奠定的作用 而在1990年碩士畢業之後 在一名老專家的推薦之下 他加入了當時仍然稱為第二炮兵的裝備研究院 並且於此展開了一系列的科研活動 自此他正式成為了一名中國的女兵 在這個時期就是海灣戰爭爆發 對中國軍隊產生了極大的震動 美國使用電腦病毒 對其他國家的指揮控制資訊系統 進行了有力的攻擊 直接使得這些國家的指揮控制系統陷入老死亡 國家在軍隊設備和技術上的落後現狀 因此下令在電子領域大力發展 而李賢玉在這個領域承擔了重要的帶頭作用 最終他率領一眾研發團隊 研發出國產的作戰指揮自動化系統 並且成功在實際使用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同時指揮陸媒的導彈發射並且是命中目標 而導彈發射和運作的狀況更是隨著這個系統 被即時傳遞回指揮部 令指揮部能夠立即判斷打擊的效果 並調整後續的方案 由於這個系統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後來還獲得全軍的科技進步二等獎 而李賢玉也記了三等功 之後他並沒有停下來繼續科研的步伐 而且在收到上級指令之後 開始在38度的高溫下 在機房內進行研發 最終成功研製出國產的中國建網 有了這個系統指揮員 只需要輕輕捉一下滑鼠 就能夠對多個導彈裡的多種不同武器的裝備 發出同時啟動的訊號和指揮命令 極大地提升了指揮的安全性和效率 他研發的成果的確對中國火箭軍的作戰實力 起了極其重要的提升作用 目前他已經被提升為少將軍艦 而隨著軍艦的進一步提升 李賢玉也必然會拿出更有效的科研成果 來助力中國的軍事實力發展 看看中國年內會展開六次的飛行任務 以完成太空站的在軌建造 國務院新聞辦在17日下午舉行新聞發佈會 介紹了中國太空站建造進展情況 中國載人航天辦公室主任 庫純表示根據任務計劃安排 2022年將會實施六次的飛行任務 以完成中國太空站在軌建造 庫純提到建造太空站的關鍵技術現正階段主要任務目標 是突破並掌握太空站建造和運營相關的一系列關鍵技術 而神舟13日載人飛行任務的原本成功 標誌著太空站關鍵技術的嚴正階段任務已經完美收官 中國此後的六次太空站建造任務 五月會發射天舟4日貨運飛船 六月會發射神舟14日載人飛船 三名太空人會進駐核心艙 並且載軌駐留六個月 七月會發射太空站 汶天實驗艙和天和核心艙對接 庫純指出到了10月中國會再發射 然後太空站的三艙就形成T字的基本結構形狀 完成了中國太空站載軌的建設 發射天舟5日貨運飛船和神舟15日載人飛船 神舟15日飛船有三名太空人組成 和神舟14日太空人載軌鑽之後就會駐守六個月 接著看看疫情防控貨車司機被困高速公勞 善心旅是連續四天免費送餐 內地疫情持續為了盡快阻斷疫情繼續傳開 多個省市都有防控措施 可以說是全國齊心抗疫 近日在江蘇坤山因為疫情防控 部分道路需要暫時關閉 有貨車司機被困高速公路上 涼水和日常生活都有問題 住在公路旁邊的郭女士得知司機的情況 連續四天開車輾轉三個地點 免費為他們送飯 郭女士說有司機連繫自己 說已經好幾天沒有飽飯吃和缺乏水 於是她就負責為他們送中午飯和晚飯 為了令司機們能夠熬過難熬的日子 郭女士還親手做了餃子、麵條、米飯等 希望令他們感受到溫暖 她覺得大家在疫情之下過得不容易 希望藉著這次的機會令大家覺得蘇州人還是很好 然後看看防控疫情消息 穿著防護服為家裡送菜 被女兒不認為是叔叔 而義工爸爸便脫下口罩跟她說我是你爸爸 內地的疫情升溫導致多個地方都有封城的情況 吉林省吉林市一個男子做義工 穿著防護服為家人送菜 當進入門口的時候便說 這就是你們家裡的菜 放在門口便可以 想不到女兒沒有認出是爸爸 自且十分有禮貌地鞠躬說多謝叔叔 男子吃了一驚慌 我是你爸爸不用多謝了 女兒轉頭跟媽媽告狀說媽媽她罵我 然後男子脫下口罩 女兒開心地拍手說原來真的是爸爸 這名姓黃的先生 由於吉林的疫情爆發 政府免費送菜為有需要的居民 他自告奮勇幫小區送菜 因為穿上了防護服的原因 導致上下的鄰居都沒有人認得出他 正好送到自己家裡發生了這一幕 網友就紛紛地討論說這個小朋友真的很可愛 雖然沒有認出爸爸 但是也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小朋友 又說心痛一點的志願者 穿著這麼厚的衣服 連自己的女兒也沒有辦法認出 不過就覺得這個小朋友都幾聰明 還有很有禮貌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